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弟們大家好 我是KIM阿金啦 今天來到了我們的密室逃脫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喜歡一定要幫我用力按下去 3 2 1 GO 走了 首先一開始就是一個超大的斜坡 上面那一個就是我們密室逃脫的場景了吧 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 殺不了車 因為他有那個加速袋 有沒有 這個場景 看起來 等一下是不是進去我們就出不來 他為什麼要設計一個這麼高的東西呢 我們絕對不能被他的加速袋給騙 等一下 稍微觀察一下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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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他裡面 現在只能進去而已 摔進去 怎麼了 第一個點就是在這邊 非常的輕鬆 欸 我沒打開小地圖 沒開小地圖 難度會增加10倍 所以我還是打開來 好了 來 第二個點 再來我們的第三個點 沒有問題 第四個 他一開始只是一些介紹說他的場地有多大的感覺 所以目前是導覽的狀態 叫我繞去這邊 還沒有正式開始 再繞這邊 不要跟我講說繞一繞然後就到終點了 這樣這一集就拍不成了 不過這個作者應該是不會這樣子做啦 來喔 這個點非常的多 一直在繞圈 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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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始了嗎 剩最後一個點 就是終點了 他中間都不用找 他的點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上面 你看是有陰影的喔 所以上面是有東西的 所以要嘛就是在上面 要嘛就是在下面 我們先上去看一下 沒有耶 他上面是沒有東西的 是因為他旁邊牆壁這邊 讓他有陰影的感覺 所以 他的點 應該沒有在水管上面吧 看這個點不像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知道說 點應該是在下面 好 我們只要想辦法翻出去 我們就過了 我們走這個 等一下喔 這邊有一顆足球欸 你看 這邊有一顆足球 有 至出必有陰 這可以進去嗎 好像不行欸 好 我們直接走這個水管的上面看看 看這個水管可以帶我們去哪裡 欸 他這邊不就進來了 然後再往回走 真的太聰明了 馬上就找到他的癥結點 這邊應該有一個洞可以下去吧 欸 欸 不行欸 欸是那個足球下面有路可以走 是 這邊是沒有看到啦 所以路應該不是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開的這台車呢 是 也是我非常愛用的一台車啊 然後這一關呢 然後這一關呢 他是不能選用其他車的 所以就只能等等等等等等 我差點掉下去 我們先想辦法到這邊來 唉唷 沒有問題 然後 再往這邊走 感覺這邊可以去哪裡對不對 這邊有兩片牆壁 先走這邊好了 走這邊 這兩片牆壁有可以幹嘛嗎 好像也不行啊 喔 這樣子就跑回來了 我們從那個地方加速過去 欸等一下飛過頭 飛過頭 喔 呵呵呵呵 呵呵呵 那我們回到起點 看一下起點有沒有路可以回去 好像沒有 我們先想辦法到那個水管吧 因為那個水管 有一點點玄機欸對不對 我一定要找到正確的出路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然後這邊速度不用這麼快 稍微慢一點 因為他會飛過頭 好 這樣子剛剛好 我們就走到這個水管的上面 用力的往外走 帶走 喔 他可以帶我們去哪裡 感覺好像可以飛出去啊 我們就直接飛出去就好啦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我們要試著給他直接飛出去 我們就直接過關了對不對 飛喔 飛 拜託 差一點 有有有 飛出去了 下面應該沒有什麼玄機吧 我看一下 有點嗎 點有在上面的大樓嗎 喔 哇哩 下面是水 下面是水 我被騙了 所以那邊不管你怎麼跳 你都會跳出去外面的水啊 哇哩 他心機怎麼那麼重 稍微心機有點太重齁 重道有一點科學啊 重道有一點科學啊 唉唷 唉唷 這邊怎麼建的這麼奇怪 這個是幹嘛的 你不說我還以為這邊是密道咧 幹嘛 我怎麼建一個這個密道在這邊 各位兄弟我好像找到路了 那我先看一下下面是不是水 我們往外面跳 嘿嘿 這樣子就不是水了吧 然後我們再去終點 這一集史上最快的密室逃脫 即將完成 那邊 嘿嘿 要過了 要過了 點是這個嗎 不是 再前面一點 再前面一點 這邊 點有在這邊嗎 我是沒有看到點欸 點在我的 點沒有在這邊欸 哇哩 所以點不在下面喔 怎麼可能 還是他把它放在這個服飾店的上面 服飾店的上面 感覺也是有可能的啊 可是我這樣目測 是沒有的 蛤 所以點不在這邊喔 我還會點在這邊欸 完了 BBQ了 可惡 路如果不是在下面的話 那就是藏在 藏在我這個地板的下面 然後還沒有到地面 所以他還是選在半空中啊 那我先去這個地方 剛才這個地方看起來真的非常的可以 這邊有沒有路 這邊其實也有路欸 但是應該是相通的吧 相通的啦 然後是相通的 然後我們走 剛才這上去說有一個奇怪的路 走這邊進去嗎 應該是 然後我們再走這個地方過去 跳過來 好 沒有問題 繼續往這邊走 看他可以帶我們去哪裡啊 為什麼這邊要加速 加速是可以去哪裡 那邊有加速帶欸 掉到一個紅色的平台上面 路應該真的在這邊啊 不然設計到這邊要幹嘛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下面有一個跑道的樣子欸 對不對 目前看起來是只能往這邊走 目前看起來啦 試著研究一下旁邊的道路 然後我們進這個隧道 因為也沒有其他路可以走啦 我們只能走這一條 然後 然後 我們是一個垂直的路段 先旋轉 旋轉旋轉 等一下 那有點危險的 要飛慢一點 好 我們先上去 然後旋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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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上去上去 yes 進去了進去了 我們來到了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地方 但是這個跑道好像是封閉式的 封閉式的跑道 我也不知道來到這麼高的地方要幹嘛 明明就知道點應該是在下面才對啊 不過 先上來 這樣子這個密室看的比較清楚啊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覺得清楚很多了 你看對面有一個紅色的平台 跟一個紅色的隧道欸 會不會是那個隧道就可以去下面啊 我們先試著過去 等一下 這邊要小心一點欸 失敗就直接GG欸 過來了 過來了 他這邊要去哪裡 是 他把我引導過來 然後咧 下面怎麼會有透明的那個路 我們有沒有看到 下面為什麼會有透明的那個路 很認真 認真的話我就要往這邊往下跳囉 好我下來了 拜託 哇咧 掉下去了 哇咧 不 為什麼要做那個平台 那個平台太不合理了 我決定跳下來 然後回到原本的那個起點 有沒有我們這樣就可以偷看 來我們現在趕快偷看 終點到底在哪裡 有看到嗎 有看到那個光圈嗎 好像沒看到欸 右前方 欸好像有 可疑可疑的喔 我們的右前方 這邊有沒有什麼隱藏的路 沒有 這邊就只能直接跳進去嗎 有沒有偷偷藏什麼路在這附近啊 下面下面到底要怎麼去啊 下面那邊明顯就是有一些東西啊 藍色牆壁那邊有沒有 偷瞄一下 看起來這下面沒有偷藏東西欸 所以起點這邊 沒用 哇咧 又再度被騙 好了我們又回到了上面這個平台 來 真的是走那邊過去嗎 有一點點懷疑啊 是這下面 有其他的路嗎 這下面就是懸崖欸 好 我們繼續回來這個地方 好過來了過來了 世界上最難的就在這個地方了 沒有再比這個更難的啦 要怎麼掉下去 卡在那個隱形牆上面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探討的問題啊 但是感覺那個黃色水管是可以去那個隱形牆那邊的欸 對不對 好過來了 還是沒有辦法啊 感覺路不是在那邊欸 感覺路是在別的地方 我們先去別的地方逛逛好了 探討一下他有沒有什麼玄機 該不會錄在那邊 沒有 沒有這麼簡單 我們先走這個水管上去 然後我剛才發現這邊好像有一個小平台 這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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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快到了 這邊為什麼要做一個小平台 先去看一下 所有奇怪的東西都研究一下 這邊是有一個縫啊 這個縫進不去吧 試著擠進去 沒有辦法啊 哇哩 直接掉下來 我好像隱約看到路要怎麼走了 我們先走這邊 然後我們先飛到對面去 OK 輕輕鬆鬆 然後飛到對面後 我記得這邊 有一個地方 可以飛過去 喔那下面真的有東西欸 那我們就試著往這邊再飛回去 試試看啊 也不確定飛不飛得過去 至少那個地方我們是沒去過的 空喔 可以嗎 飛進去 拜託 差一點 如果我們飛到他的外面的平台 等一下 這邊好像 才是正確答案 因為我可以走這個水管過去 因為我可以走這個水管過去 我看到終點了 我看到終點 夢對了 來喔 往前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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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 不贏了 正確的路在這邊啊 正確的走法根本就不是這樣子走 有沒有 他這邊留了一個縫 YES 過了 終於找到他了 花了33分鐘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在最後呢 我要感謝這些加入Youtube會員的人 因為有你們 讓阿金變得更好 感謝你們 就這樣